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最近動作頻頻還爆料了這個 BNT的採買內幕 讓很多人都在想說 他到底是不是這麼大動作 是在為二零二次的總統大選鋪路呢 尤其有一個現象值得觀察是 他們發現了現在國民黨 是不是在跟郭董保持一定的距離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郭台銘之前 還包括講到了這個休目 禽獸說都讓他的討論聲量 飆到新高 尤其我們先看到去年 他講到授權鴻海採買 BNT疫苗的時候 當時有十三萬多筆的討論聲量 就連最近在講採買裡面的內幕 還是蔡總統恩准這件事情 也有九萬多筆的討論聲量 不過有一個現象 就是值得大家去觀察的部分 就是國民黨似乎開始跟郭董 是不是沒那麼親密了 可以看到去年在講授權的時候 國民黨提及郭董的次數 算一算至少三十一萬次 但是講到採買的時候 就已經降低到一半 大概十五萬次左右 現在講到內幕的時候 更只有五萬多次 這樣子的次數可以說是 雪崩式的下跌 有人就認為現在國民黨 是不是在跟郭董報時距離 畢竟如果二零二四的人選 國民黨如果不是郭董 或許郭董要代表別黨參選 那麼現在可能就是 買下伏筆的時候了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進小鈴鐺 來自小鈴鐺